那前的車手跟被害的紅杏女子約在超上面交 埋伏遠景一擁而上 車手便稱沒帶證件 讓歹人的遠景忍不住動怒喝斥 要他配合調查 這個自稱虛擬貨幣專員的男子 其實是詐騙集團車手 年月50歲的紅杏女子 3月開始在臉書社團 看到投資虛擬貨幣的訊息 對方不斷洗腦 說投資報酬很高可達8% 女子4月份開始匯款 詐騙集團還謊稱 為了閃避金管會監控 沒有實體的帳本 只給看捏造的虛擬戶頭 後來對方說 匯款要手續費直接約面交 女子總計遭詐騙64萬 警方配合紅女 在日前的晚上 在超商面前 當場查獲一名面交 虛擬貨幣的車手 背看女子是一般上班族 月薪4萬元左右 這次遭騙 等於16個月的薪水都沒了 警方指出臉書或是 賴群組的社團來路不明 只要提到投資股票高報酬 九成以上都是詐騙 要隨時提高警覺 靜新聞 關注臨謝嘉玲 採訪報導 大賊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